他2002年去美国,后发起,成立美国中国书画家协会,他还建立了美国书画网,在他的努力下,在中国传统节日底,常常举办书画活动, 并得到了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的认可,他就是以自身行动,挥动中国书画在世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,李兆寅,李兆寅,自幼井,生于福建连江,师从书画名家潘主兰, 吴泽薇,现任美国中国书画家协会主席,李的书画扎根传统,伯仲家之所长作品高股文厚,老辣大气,表现力极强, 其隶书因为掺入了汉简壁页,故而显得自然而有,先去蕴含期间, 在经典中国传统书画同时,文从沈梦听文,李兆寅还以汉字为体,英文为行,将两种不同的文化载体,通过艺术加工,融合在一起,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这艺术形式,即汉英书画, 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,可对书画的挚爱,让他能集结张作于黄醇云等名家一起, 在纽约的社区推动书画文化发展,把中国的书画艺术传播给西方人士,李兆寅说, 这些活动都是自己出钱出力,不热爱的人是不愿意做的,把传播中国文化艺术当作一种使命,这样的人不多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